講到這禮拜二十三號就是美國的感恩節 體驗到外國的設計 新港六年中心會下班是特別設計到自由創作的課程 講用這個感恩的心為主題 讓學員來發揮創意、設計噴火 再再搭配到感恩的卡片 向心臺意愛的人來表達到感恩的心意 這禮拜就是感恩節 有感人發臉比較閉塞 抱歉隨時表達愛和感謝 因此新港六年中心會下班是確定 老師特別設計的自由創作 讓學員以感恩的心為主題 來設計自己的回家作品 大爺把它分作三人 記得拿自己的重心 然後輕輕的跟著花器慢慢把它插下來 那可以把這一份禮物的話送給家人或是給朋友 尤其他看到你的作品再加上你裡面的感謝的話 我想都會很感動的 那我們會看到說我們今天跟植物相處的話 會有每一朵花的哪一面是最美的 我們會藉由觀察去瞭解說我們哪一個面最美 也許是向右邊向上面 藉由我們跟植物共舞的話 會瞭解我們你我她的心靈 謝謝大家 謝謝 香嫂我們還有禮物喔 好 會給班的學員也請手下對鄉長的祝福 而且用手藝來向鄉長表達感謝志祢 謝謝 感謝 感謝大家 來 我們謝謝香嫂給我們這麼好的產地 謝謝她 謝謝 謝謝 我們深港熱靈 感謝我們學雙老師開創這個花育課程 讓所有我們的學員來參與學習 讓這個擦花的藝術 還有那個色彩的搭配 讓學員們能夠充分的學習 讓回到家裡 給家裡的人帶來一些歡樂的氣氛 彼此之間還有沒辦法表達的話 放一盆花在家裡 感覺上就會溫馨滿滿的 非常快樂啊 想然後可以調節心情 蔡玉霜老師表示 會計創作除了學習 社會技術以外 可以透過製作的規定 來得到生靈的病情 會計作品可以提升基加美感生活 可以照著觀察地步的行動 在到不同的生活體驗 對江華新聞也很無 先跟彩虹報道